很多朋友问我 被动的反手高原怎么打 我们先看一看普通的击球动作 往下引拍 击球 那么我们被动下 看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做引肘动作呢 来不及 但是闪动就不一样 随着点位的更加被动 首先我人的姿态更低了 注意我引拍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引拍的姿态低 伴随着架拍也一定会低 那么我要为我的提肘引动球拍出边甩 腾出来一个空间 所以我的球拍会更靠近我身体的左侧 迅速脚蹬地引动腰腹出引肘 尽管被动 我还是要保证让我的球拍要竖起来 而不能横着 球拍的形变依然剧烈 可见快速的出手 依然没有影响我的边甩发力 那么其他的职业选手是不是也如此呢 我们来看一看 那陶飞克肯定是代表人物之一 那么包括林丹 像这些反手打得非常好 都是这样的框架 素材太多了 我就不一一列出了 而且如果半截腰能拦住的球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更快速出手的手指体系 那么这是离我身体稍微近一点的 还有稍微远一点的 由于时间有限 直播间见吧